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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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地方 但海水不斷的被蒸發 死海真的會消失呢 阿拉伯文稱 阿巴阿瑪伊 死海鹽分 比其他的海水多十倍 一般生物都不能在死海生存 在水中 游泳要加倍的小心 避免海水跑到眼睛裡面去 上來了 剛才我買了一些死海泥 這下面確實有很多死海泥 但是採決困難 購買比較簡單 這個很特別喔 因為死海裡面有很多的利青 古羅馬人稱它為死海 也稱它為 也就是利青 利青 塗上利青可以護膚健體 是嗎 有誰想要嘗試一下啊 讓我試讓我試 科學家證實 是埃及人用死海泥保存木乃伊 相傳 埃及延後 也用這種黑海泥美化皮膚呢 是時候回酒店 嘗試一下室內游泳池了 這游泳池的水呢 是直接由死海引入的 這個賈古吉旁邊 是一個硫磺池 對身體和皮膚很好喔 酒店外呢 還有一個露天游泳池 好了 泡了很久了 大家都餓了吧 我們到樓上的餐廳吃飯吧 你看我這盤沙拉有多新鮮啊 這家餐廳還真有水準 菜色豐富 甜品更吸引人 飯後來再來一杯卡布基諾 不可以 為什麼 猶太人不可以同時吃肉又喝奶的 你們吃飽了嗎 吃飽了 好吧 走吧 之前我們到過一間名牌的護膚品公司 阿哈吧 這個酒店對面有一個商場 那裡的死海泥啊 比較便宜 讓我們去買一些伴手禮吧 用這些死海泥塗在皮膚上 大約7分鐘 不需要擦掉 用塊磁鐵就可以把它吸起來了 泥會被磁鐵吸走 但油會留在皮膚上 可以用溫水輕輕沖洗一下 皮膚上的油不用擦去 可以滋潤皮膚 接著呢 我們用溫水來擦擦 然後將殘留的油脂啊 它還是很好的護膚聖皮 電梯故障了 喔 我們房間是9樓啊 那怎麼辦呢 今天安息日快開始了 猶太人十分重視安息日 其中一個介命啊 就是不可以生活 你按著電梯的按鈕 就表示生活了 因為今天是安息日 所以每一層會停一下 所以燈會全部亮著 猶太人遵守每一條大大小小的規律 一定有他們的依據 我們坐升降機還是走路比較安全呢 我們看走路好一點吧 好啦 我們沿著酒店戶外的樓梯而上 順便去欣賞死海風景 所以明天一早啊 就回去耶路撒冷了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